如果你不在乎蓝雪花的猪形,那么它真的是一款不错的夏日爆花机器。 如果是养护在露天环境下,那基本不用怎么操心。 即使补充水肥即可,在耐热耐晒上表现也十分抢眼,所以整个夏天根本不用担心。 甚至是越热花开得越旺。 在蓝色系开花植物中,算是花期长,评价又好打理的。 真要说缺点就两个,一个是猪形很容易失控,我这盆在春天多余的枝条是剪掉的,就留了两根主枝条。 盘算着把它俩缠绕起来,整个棒棒堂造型,结果一不留意就成八爪鱼了,只能指望明年有个好造型。 另一个问题就是花朵不耐雨林。 正常是这样的,被鱼打过,卖相就不怎么好了,不过它很勤花,每天都是一团又一团的花,复原速度很快。 如果有遮挡,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 所以,从性价比上讲,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,毕竟在高温天的露台上,能勤花已经很好了。 至于最担心的过冬问题,我一般是搬进室内基本不落叶,留在室外的话晚上盖一块土工布,地上部分虽然会枯萎,但春天会重新发芽的。 当然,北方可能要盖更厚的保温材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